你想提交他的情商 但是你只看到情商低的不好 你能告诉我情商低有什么好吗 我现在就觉得 因为之前他追我的时候 我没觉得情商低 然后头一回碰见这种情商低男人 这个男人你喜欢的什么 喜欢他这个人吧 直爽性格不做作 直爽的性格 换一句话说就是情商低 就他有什么说什么 不知道一样是藏着 对 然后我就不需要 那么多去猜疑他 是的 所以任何事物 你不要只看他的一面 并且你看到一面之后 你会觉得放大了他的圈 其实没那么糟糕 他只不过有点不会做事 他摆不清这个理 比如说在店里面 给你多发工资 当然是应该的了 他做的比其他人多 对不对 他要是那个导购 就是导购 为什么要让他去做 财务 他做财务 你要给一份财务的钱 人的要求非常合理 但是你让他做财务的时候 其实你想的什么 这是老板娘 我们自己人 放心 但是人提到拿工资的时候 你是店员我雇用的 所以这是你的百味不清 而你呢 改变别人简单 还是改变自己简单呢 相对来说改变自己简单 你提高你的情商啊 你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他这么坦诚的对你 多么好的事啊 所以 小伙子 发扬光大你的直手 小姑娘 提高你的情商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齐总 陈老师 我问一下你 我帅吗 没有我帅 没有我帅 没你帅 你说话真的很真实啊 那我丑吗 一般般般 你呀 很真实 但你不真诚 你知道真实和真诚的区别 在于什么吗 不知道 真实就是 你看到的事怎样 你就不加思索地把它说出来 但真诚 是在把事实说出来的基础上 在注重别人的感受的基础上 结合起来 呈现出来的小姑 你比如说 我问你说 我帅不帅 你说没你帅 这是很真实的 当然了 我在前提知道你是情商低的情况下 我不会生气 但如果我是在平常的过程当中 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 别人这么回答我 我还是多多少少 有点小不高兴 对吧 但是如果你这样跟我说 你说 杜老师 你挺帅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客气 但如果你说 杜老师 你真帅 虚伪 这就是典型的虚伪 所以呢 你没有作为一个男人 注重对方的感受 与其真实不如更真诚一些 其实从某种 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虽然我挺喜欢你的 之帅 那长此以往 那长此以往的烦恼会越来越多 他不会成为矛盾的协调者 他会成为矛盾的制造者 而这种矛盾 以后在生活当中是此起彼伏 越来越多 所以你自己摸摸自己的胸口 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没有的话 我觉得东西虽然美好 但是它不一定成就你的幸福 就这样